Hello 各位商家们 大家好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系统跟appointment request所分别的 其实appointment request已经是非常过去的一个科技了 就是当一个商家把一个服务呈列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客户就可以到这里去做一个request 写下他们想要去的时间 但是商家呢 你需要自信去肯定 然后去回复说好的 这个时间我们是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 但是我们的系统已经是去掉了这整个过程 商家只需要把所有的available slot给写出来 然后当这个用户去看到这些时间的时候 比如说你写的是1.0和3.3的选择 他直接选择两遍的话 他马上就可以得到肯定 所以就不再需要等待这个商家再去做一个information 所有的客户马上就可以知道 几点可以到商店去 诶 怎么客户又再次爽约了 明明都说是今天下午2点的嘛 你们是不是又在面对这个问题了 好 我们再想一下 我们一个星期当中活动这么多 我们怎么确保我们的客户会寄到我们的员员呢 诶 不用担心 其实我们的系统已经把整个提醒 要放选新品去了 就是我们拥有我们的reminder system 当时间越来越接近预约的时间 我们的系统自动就会把reminder 送给你所有的客户 所以就不用再担心他们爽约了 你是否有面对你的facebook page 有过多的PM 但是你却需要非常多的人手去回复他们的 哎呀 就连要呈列出你所有的服务 都已经是非常靠实 A 现在只要你选择用我们的系统 你就可以使用我们的服务呈列 把所有的服务都给呈列出来 你就只需要恢复我们的系统链接 让你的顾客自行去选择他们想要的服务 就可以一劳有力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你有没有试过在facebook上打广告呢 我相信你一定有 但是你有没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去测量 到底有多少的客户 其实是通过你这一个广告 来预约你的系统的呢 太棒了 只要你用我们的系统 你就可以准确的知道 到底什么时候你的客户 是通过facebook来预约你的系统的 然后从你的系统当中 你就可以看到有谁是选择了什么时间 而且他们所有的消费记录 你都可以一目了然 最棒的地方就是 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系统 直接完成线上支付 所以你再也不用担心 会出现重复预定的问题 你是否还在面对你的门口 有着排长龙的问题呢 其实如果你选择用我们的系统 我们就可以帮助你 弯弯成全的解决你 pink hours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把你所有的客户都要求他们 必须要通过你的系统去预约的话 你就可以让他们知道 其实7点到10点 已经是被预约满了 所以他们就会 自动的去找到下午 还有早上时间去预定 这样一来 就可以确保所有的客户都会 准确的来到你的店门口 而且你的店里 不会出现过度拥挤的状态 我在我们2018年 是不是时常都有听说 大数据上的 到底大数据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好 其实我们的系统 就会帮助所有的商家 一直不断的在收集大数据 就是所有现在现流客户 每一次喜欢什么时间来消费 每次消费了多少 然后都喜欢需要什么样的服务 只要通过我们的系统 他都可以把所有的数据 呈列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做出一个非常好的 none list 所有的客户的资料都会在你手上 记得要用我们的系统帽